3 个中产浪 当然要谈一个很热的题目 其中一个当然是孟晚舟被捕事件 我起初听过名字很男性化 但当然结果他和他父亲有不同性 在中国是很常见的 我认识很多高官都是父亲不同的名字 但当然我父亲的名字也是假性 就像是陈云 很多都是假性 但问题是很多都不同 有人说是因为被一孩政策 不只是的 有时有些他们除了跟妈姓 或者中国很多宗教中法观念 有时他想去外国 不要让人知道 即是金正恩 你去外国不要让人知道 我认识有个人 老婆改了日本名字 即是中国 即是你 有个朋友 即是什么都有 他很喜欢 不要让人猜到你老婆是谁 即是很高干的 不知为什么 今次新闻的重点 不知为什么 就移动了一件事 就是说 这个孟晚舟小姐 竟然可以一次过拥有七本护照 当然 我们就由这个 即是间谍 是的 七本护照 人们第一件事 我都是来累了一本 其实不是很多人都有两本 因为DNO再加特区护照 有没有搞错 一个人有七本 你特区政府怎么办 肯定是孤式包庇这些有国家任务的中国人 就是去海外工作的时候 然后再跟一辈子说 以后他们怎么相信香港人 原来这个持有香港身份证的人 可以有七本护照 现在全是第八个 实取消我们的 实取消我们的移民的护照 那怎么看呢 首先我要说 我都有三本护照 但是我应该有五本 但是只是到时候 因为我是可以回到澳门 因为我父亲是澳门人 我应该拿澳门护照 我应该拿澳门护照 是的 但是因为我父亲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人 所以没有搞到澳门和葡萄牙 只是为了懒惰 你找不到他在室 当时就没有说 喂 你帮我搞定这件事 又没有金钱能力 所以过了九九年 就搞不定这些事情 否则本来我是可以搞到的 加上特区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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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很容易有五本 所以七本护照很平常 是的 是的 而且这七本 其实都是 实际上有两本 OK 这些有奇怪的地方 有奇怪被夸张的地方 有被夸张的地方 七本护照很多人都说 喂 那你既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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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 就是说 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法律 就是全部 很多国家都是 就是说 你换一本就换一号码 所以其实有七本护照 就不好奇的 何况 它是 那些人说是 那些人说是 frequent traveler 所以它换的是很平常 而且根据2011年 它是2006年到2017年之内 总之中间是横花了11年 在11年之间用 11年之间最少有两本护照 就是最少有问题 最多五本 只剩下三本 你不会是七本 你两套衣 两套衣 舊的很平常 十年 所以其实有很多 根本上是不需要 但它说有七本里面 有多少本是用得的呢 它说七本里面 原先他就跟法庭说 因为我们想保释 就只有两本有效 那当然这些人都质疑 为什么你是中国护照 又会有香港护照 不是有香港护照 就要取消中国护照 我想我逐点去说 首先就是加拿大 没有掌握过那些护照 美国 是这些人 是美国提出的 美国也没有掌握过 如果不是 它早就已经探握了 而且它那些护照 也不是不同的名字 你拿七本护照 七本护照都相同的名字 有用吗 你现在七本护照都不同的名字 才有用 就等一样照足 照足的 你不会戴一身 所以加拿大都只掌握了它一本 那就是说 美国应该是根据它 拿Visa 或者是入境美国的 它拿八次Visa 或者是入境美国的 你去判断它 它有这么多 但你这么多的都是相同名字 即是不是很奇怪 你相同的名字 簽过一本有意义 只能有不同名字 那你就可以用假身份去过境 是的 你不可以用假身份 因为你其实是真名 你真名是真身份 要拘捕 就要拘捕到你 是的 那没有分别的 但是 我再说一些合理的 就是 中国护照是香港护照 中国护照 就是香港护照 你拥有这两个护照 首先没有触发到美国法律 你也没有触发到香港法律 你也没有触发到香港法律 你只要触发到中国法律 但是中国的法律 就可以有例外 中国的法律 你只是法律是中国的法律 你没有 但是 有两点 第一点 就是 中国 是 不接受雙重护照 不接受雙重护照 理论上 就算是雙重护照 你要放弃中国 但是 据我所知 基本上是没有人这么做的 是 是没有人这么做的 因为你有中国 我看一些报导 就说 如果你是单程证来香港 就要注销了中国护照 但是没有人这么做 就算是注销中国护照 你都留下了中国身份证 很多人都拿回中国护照 因为其实拿回中国身份证 中国的身份证 护照就很少 但是他说 因为专裁的计划 就不需要做这样 是的 所以就说 我至少知道 那些人是个个人都拿着的 或者大部分人都拿着 至少没有护照都有身份证 所以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 还有 中国双重护照的惩罚 是很离谱的 就是 虽然大家都知道 中国什么都坐牢 但是双重护照的惩罚 只是注销中国护照 所以没有所谓 但是很多人移民去澳洲 加拿大 他特意就要注销中国 因为你管不到他 其实那些选择 双重护照 双重护照 他们入中国 都用回外国护照去入 很多中国人本身 本身有什么 他怕出现问题 这个孟晚舟本身也是 因为之前有传说 他是加拿大人 关你中国什么事 到最后 他加拿大人 他没有拿加拿大 我可以说 他在2009年已经过了期 过了期 是违反居留决定 你没有住够几天 没有住够几天 因为我认为有人 永远都是加拿大 居住的 没有住的 是住在加拿大 几十年的废事 但是这个其次 你加拿大国籍 比如我们加拿大人 去入加拿大国境 你一定要用回 加拿大公民证 或者是护照 如果你一用外国护照 去入加拿大国境 你就会大麻烦了 你不要打算 香港可以不拿香港照片证入 一进去 他会有机会取消你的公民证 加拿大的公民证 你自己公民 你用外国护照 你真的骗外有心 对不对 你可以在外国 你可以在外国 封锁加拿大身份 但是入加拿大 你一定要用回 加拿大的证件去入 这个是机会 所以他几乎可以肯定 他是没有加拿大的公民身份 是 如果他有的话 他绝对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所以我们评论了很多的事情 那些指控是无谓的 亦反映了现在香港的传媒 或者一般的人 其实对所谓国籍 或者护照的问题 都是一知半解 至于香港人那么喜欢去旅行 我不知为什么 这些事情搞得一够够 现在说的真正有问题 那不是没有问题 就是说他是用一本 舊的护照去入境 即是说他如果有一本 舊的 一本新的 他是同时间拥有 两本 valid的护照 如果有两本 香港护照 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需要 香港政府的解释 当然如果他说 不是你们误存 但他用了一本 他用了一本 舊的 当然他用了一本 新的护照 都不行 因为你申请了新的 你既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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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 他同时间拥有了一本 香港护照 一本中国护照 都是中国的问题 和很普通的 很多人都这样做 但是同时 两本同时间 都是valid的 香港护照 假设 那个报道是正确的 可能我报道错了 那就是很不尋常 香港政府 至少我们会怀疑 需要解释 那你推论 究竟为什么 漫漫仔 要用一本舊的护照 去入境 又或者 为什么 那些人 有这么多本护照 为什么他要这么密 为什么要多过一半 为什么要多过一半 因为很多时候 可能 现在他指控伊朗 假设 他如果要去美国 他一定要 将伊朗的护照 因为香港护照 去伊朗 是要尖证的 所以说 他一定会有个板子 其实我以前都知道 你去一些中东国家旅行 你入了某一个国家境 你就不能去以色列 又或者你入了以色列 你就不能去某些中东国家境 那你有时就要注销了 一本舊的护照 才可以去到这些国家 所以 反正未必是因为这个考虑 但是他就不想 让人知道他去过伊朗 或者是他的中国护照 他已经换了太多的护照 他就没有换过中国护照 再新整个护照 所以你到了前指下 他可能去到八次伊朗 那你没有用不侧的护照 你没有用不侧的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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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的话 可能性是这样大的 那当然是帮助他 可能政府给他换了 他说很简单 保湿 虽然 我都保湿过很多护照 护照 护照真的很熟 我保湿了两三次之后 他说 周先生 如果你下次再保湿的话 首先要写悔过书 你会说每一次 是怎样的 你讲加拿大护照 香港护照 香港护照 香港特区护照也要写悔过书 身份证 身份证 护照也要写悔过书 身份证 到最后他护照 你再不见护照的话 我下次只能签一年 即是好像他四个护照 都应该护照一年 我都好像没有四个护照 第三个护照 他已经只能够用一年 一年期 即是之后再续期 是的 就不可以给十年 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但是这个 我觉得所有东西都能解释到 唯一解释不到 都可以很快 快速进行的 但是问题 唯一解释不到 就是为什么他可以有了新护照 他再拿个旧护照去加拿大护照 因为他会剪一角 应该剪一角 应该剪一角 他不会拿错 他不会拿错 他不会拿错入境 对不对 所以这个 唯一我说奇怪的地方 如果不是纯重 是角夕来说 我就觉得 不是有太大的 绝对不准备 绝对不准备 绝对不是因为 觉得他怎样间谍 或者好像看电影 即是高原精卑 喂 大哥你是孟晚舟 大哥 你就是不找外公 通常副工都是找些不出名的人 但是你说 你黎明 拿着十本不同名的护照 你都是黎明 你转护照 没用 跑得了和尚 跑得了秒 即是七本护照 我觉得不是问题 但是他拿旧护照 可能只是技术上 即是会不会有几本 的护照 我当然 我相信 他应该 我估计他用这么多本 不同的签证 固然他是 frequent traveler 都不是 frequent 这样的地步 可能是因为有提案 现在就说 为什么要公布这些资讯 就是因为 想不给他 保释那一方的检控官 就说 基于他有这么多本护照 我真的很难相信 他不会再有多一本 我就算被他交了 这些护照 他转过头 可能也是逃脱的 我觉得 反而 为什么要公布他这么多本护照 就是为了要制造 不容许给他 保释的条件 我这么说 第一 我相信 第二 他应该是特务阶级的 我相信他 就算他给了所有护照 他都走不掉 是的 OK 这是一个 你怎么走 别人都捉到你 你怎么走 第二个问题 就是 加拿大出警 很多欧洲国家 加拿大出警 美加拿大出警 很多事情 出警是不查 是不查护照 是 出警是不查护照 是 等于香港说 搞什么一地两检 我说 如果你要再加 不如两地一检 只是入香港 才要查 香港出大陆 即是香港人出大陆 那你就真是最简单 那我说高天 那些真的很方便 就是两地 我说其实两地一检 有可能 入香港才要查 出香港不用查 其实都做得到的 技术上 在外国 外国欧洲全部都是这样的 美加欧洲都这样 当然如果这样的话 会有更加大的反应 但是其实 其实技术上 是做得到的 就是在香港 好 那这一次就到这里